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是2024年6月24日 欢迎大家回到无限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来西亚的政府要很清楚知道人民的情况 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做出对的政策 才能做出正确的政策 因为如果政府盲眼或者眼睛给人板了一条布 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 他就不能够做出有效的政策 所以这个国家就很难进步了 所以之前我们都讲 马来西亚的几个造妖镜 这几个造妖镜一出就知道人民有多少钱了 第一个我们讲了就是榴莲榴莲季节 不相信去SS2看 我家前面大家看榴莲越贵越多人吃 越贵越做到满 我家前面那边每天早上满满的 到了晚上烧到干干净净 这个就是照妖镜 所以谁讲人民有钱 所以我都讲 在马来西亚是80%的人是T20是有钱的 然后20%才是水深火热的B40 然后第二个造妖镜 那天Apple Store开了 我讲过了 自己看下Apple产品 一台电脑12千买 那天的人都是去买什么 为了做AI 因为他们要装AI的钱做AI的工作 12千电脑造买 8千块的iPad iPad Pro MacBook Pro 普通文书机都买66199的MacBook Air 都是买这些东西 都是做这些比较高端的科技的工作 所以你看那个Apple的开张 你就知道了 第三个造妖镜 就是诈骗 每一单诈骗都是 50万 40万 100万 大概几百万都被人家诈骗了 所以今年的数据 今年的诈骗已经做了10亿 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什么工作都不用做 去做诈骗就好了 马来西亚人这样有钱 这样多钱给人家诈骗了 是不是 随随便便都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 那么接下来要讲第四个造妖镜 第四个造妖镜 今天出炉 今天是Exactly的数据出炉 今天不是先天下自由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因为我一路来 我是先天下自由而悠的 所以今天是Exactly的数据 是我们的亚航的CEO 今天宣布 现在的AASIA的飞机 上桌率90% 几乎每一班都是满 人家AASIA 我们知道了 今天不讲他坏话了 大家做过大家知道什么问题了 但是还是卖到90% 上桌卖到满了 所以这个国人真的是不停的出国旅游 所以第四个造妖镜可以在机场去等 KLA1 KLA2 可以在那边等 又多少人出国 又多少人回国 我们看回国比较准 你看回国就知道了 又多少大马人回国 又多少大马人回国 过了 所以真的是大马人很有钱 所以政府应该要针对富裕的国家 做出更好的政策 帮助这个国家更加进步 帮让这个国家更加有钱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第四个造妖镜 就是国人不停的出国 我们来看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 AXL今天宣布不降价 它是没有办法降价 因为它是用系统的 系统是按Demand高 他就卖高 那个Demand低的时候便宜 他是按照Demand来卖的 按照系统来卖的 然后接下来AI AI就会慢慢的加入卖票的系统里面 有了AI就更加的SPA更加的聪明 所以马来西亚人已经开始在赚了AI的钱了 所以上桌率高达90% 所以关键关键还是这句话 大马人是很有钱 国家并没有什么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是我们自己经济不好 是我们自己穷 是我们自己没本事 是我们自己赚不到钱 是我们自己困在收入陷阱 是我们困在泥沼里面 还是走不出来 但是你看到人家 你看身边的人 你看我身边的人 又出国啊 因为我的FB里面都是有钱人 他这个礼拜又出国了 下个礼拜又出国了 我就问他 你是一个月出国两次啊 我都想呢 我现在我都想了两个月出国一次啊 他们跟你一个月出国两次啊 怎样啊 就是 所以 AI给的数据是很准确的哦 他说疫情后旅游需求太旺盛了 所以他机票没有办法便宜啊 他想便宜也不可以啊 因为那个 他是看那个demand的嘛 demand太大了 大到有时候他还要增加航班哦 所以 这个就是事实啦 所以那些人整天讲说马来西亚水生活的经济不好 那只是for certain people for 80-20法则的那个20% 可能真的是只有20%的人呢 不好 那AAC要因为他机票还是比较便宜呢 所以很多那个有毒在做嘛 所以你去到IA2机场的时候呢 每天都是开演唱会的啦 每天都是啊 你不只是Type-C呢 整天出国啊 Type-M Type-B呢 也是整天出国的 你是整天飞出国的 很夸张的 啊 对人家都是不停出国的 所以呢 你看 上座率呢 达到90% 他说以前呢 MCO之前呢 这个亚航呢 都没有这样好 MCO之后啊 现在大爆发 MCO之后啊 人民更有钱啊 人民更加飞出国啊 这个是他新的CEO讲的哈 所以呢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 Portrity做这篇就是给大家看的 现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误判局势 政府也不要误判形势 误判局势 要做对 所以大家有做生意的 各位老板 你们可能看到这篇就很开心啊 啊 但是也可能另一批人很伤心啊 啊 所以 为什么 人家讲说 马来西亚经济很不好 也许说 一些人觉得很slow 没办法人家全部飞走了 全部飞去泰国了 全部飞到外国了 前一篇我们讲泰国嘛 基本上通通飞去泰国了啦 基本上通通飞到哪里去了 OK 啊 然后 实际上呢 这个机票呢 啊 他讲说不会降价不会降价 实际上机票不是很贵啦 啊 他只飞上海呢 那个 那个 他的X的 128呢 就可以飞到上海了 啊 真的没有这样贵啊 真的没有这样贵啊 真的没有这样贵 啊 但是他没有送行李呢 这个是坑啊 大家要注意啊 你看这个台北呢 台北现在是很便宜很便宜 啊台北机票真的很便宜 啊 真的几百块 罢了哈 好 各位观众朋友呢 鼓励大家多出国多见识多看看 我们不能够整天留在马来西亚呢 啊 OK 出国呢 不贵啦 啊 出一次国呢 不需要几百千啊 啊 即使你到西班牙呢 不需要几百千啊 你这次跑去巴黎看奥运会呢 也不需要几百千啊 啊 出国呢 有些人一直怕嘛 出国一次十多千 啊 不用十多千啊 除非你是真的五六个人出的 那就要了 啊 自己两三个人出呢 不用十多千啊 啊 出国呢 啊 一两千块了 最多花你一两千块了 因为他金票是很便宜一下的 啊 有时候台北的机票 真的去台湾呢 你看一个人 一个人呢 来回呢七八百块 五六百块都有 啊 泰国就很便宜啦 泰国上四百块 啊 一个人上四百块 啊 两个人呢都不到一千块 啊 中国机票呢 啊 大家也要注意offer呢 是很便宜的 啊 我下一趟去中国呢 啊 我讲出来你们都不相信啊 那去中国的机票呢 我买两个人的票呢 啊 中国的南韩啊 南方航空啊 两个人呢 才一千五百块 飞到中国 啊 你们相信不相信 所以要 你要蹲下来呢 多去等那个机票嘛 那当你懂得AI思维呢 你就懂得在哪一个平台呢 去找到这么便宜的机票 其实是有的 啊 亚航的CEO他刚才嘴巴讲说 不降价不优惠 啊 到时你看啊 还是会有很多呢 很便宜的机票可以买的 啊 所以 买到便宜的机票呢 就飞出去啦 啊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 大马人呢 真的是那么有钱 那么夸张天天出国 而是因为呢 啊 有这种思维呢 他会 他会买到呢 这些比较便宜的机票 啊 好像 好像都 机票才15块两个人 你讲我不去不去中国也不可以啦 是不是 啊 泰国机票我在等啊 啊 各地的机票都在等啊 啊 最近只是去欧洲的很贵 啊 日本的机票我在等啊 看他什么是offer 啊 最近比较便宜的啊 台湾是很便宜 香港也是超便宜啊 啊 然后中国是广州呢 广州最便宜 然后那个 真的 香港是很便宜的 然后台湾呢 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呢 出国去走走 出一次国呢 不需要准百千的 出一次国呢 不需要几十千的 而是大家必须去 见识一下 啊 因为你整天做 你做来做去呢 啊 如果你真的你 陷入那个困境的时候 你做来做去 还是那样子不改变的 你出国一下 看看一下呢 可能呢 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改变 好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看见这个AASIA呢 现在给了我们准确的数据呢 哇 真的这么多人呢 坐着飞机出国呢 啊 真的是这个大马的人呢 是蛮有钱 现在这个大马的经济是大好 啊 所以大家看见这样的情况呢 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觉得 啊 为什么人家都会有钱 为什么你没有钱 有没有一直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出国 啊 为什么他一直出国 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出国 为什么我不能出国 啊 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咯 真的啦 我跟你讲 现在出国不贵 现在出国很便宜 但是以后呢 不知道啊 那以后可能没有优贵的 啊 现在中国真的很便宜 因为中国刚刚呢 刚刚在疫情之后起来 现在又发生水灾 又发生什么 啊 什么东西都在降价当中 是现在去中国是最便宜的时候 以后就不知道了啊 以后他又恢复了呢 又没有降便宜了啊 是不是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希望本期的内容呢 对你有对你有帮助了 大家看见呢 这个AHA给的数据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